《大核子靠完来》 《大核子靠完来》 基本上大核子靠完来 在这个状况底下 台湾一个海岛级的国家 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 台湾缺乏自然资源 又多自然灾害 其实靠的最多的是人力 这个人力当然我们科学家要努力 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家 是更重要的方向 没有苏院长这些 但有的人文科学家 定下好的方向政策 科学的努力也不容易达成 最重要的功能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 未来能够让科学跟人文 在共同对台湾最重要的意义上 能够有更多的对话 能够替政府 替国家提供更好的未来成效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比德国这样子的国家 其实发展了非常多的绿能 曾经去过德国很多次 包括太阳能 包括风能 各种这种绿色能源 其实在德国是非常的活跃 也能够提供他们国家 非常多的能源力量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协助 让台德方面 能够有更多在绿能方面的工作 我也预祝这次Vorum的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的贵宾 我们的周贵田主任 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来参加这个会 也先代表我们全院的能源师生 来欢迎大家 那我们都知道 从这个巴黎协定之后呢 其实世界各国都在非常积极的 在尋找这个 这个伊坛的策略 那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看到 我们风能中心邀请 这个德国的代表处 那包含了一些 这个德国的很重要的报告 我们把这个德国的经验呢 是Vorum来 作为我们在一定 台湾这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时刻 一定我们的能源的 长远的政策 需要有一个非常前瞻的规划 那德国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 做法呢 是世界上大家都公认 是非常 非常值得 效仿和学习的一个 比较有前瞻性 那他们的特色就是强调 这个能源的转型的问题呢 并不是一个 基础的问题而已 它是一个整个社会 价值目标的一个 全台的转型 从生活的改变 来带动这个制度 跟这个社会的整体的变化 才有可能成功的这个 努力 那我们 台湾现在面临的 很多问题 我们过去在非常快速的 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 其实台湾 早期的这个 从农业社会 转成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呢 其实 在过去50年来 我们经历了一个 非常快速的成长 那但 但大家现在有感觉到说 这个成长呢 似乎好像有一点点停滞 那我们的社会呢 已经去一个非常 稳定成熟的一个社会结构 那面临这样子的 稳定的社会结构呢 其实这个成长 并不是我们目前追逐的首要目标 但是过去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在成长的这个 目标底下 大家可能 比较没有去注意到 整个社会的价值跟结构的转变 那在技术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 怎么样来做师傅的调整 那其实现在面临大家面临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一例一休的问题 那一休并不是劳资的问题 并不是单纯是管理的问题 它其实更涉及到 人们怎么去看待 饶动的基本价值 饶动是什么意义 那它的基本价值是什么 那这个多元家庭的问题 也不是单纯人口的价格的问题 也不是婚姻可以解决的问题 也不是民法的问题 它涉及到人的自由尊严 跟家庭的基本价值 所充足的矛盾 国家的定位的问题 也不单纯是外交的问题 也不单纯是这个 这个政治法 的解决的问题 它代表的是 人们对于民主的 基本价值的一个选择 所以环境的问题也是一样 过去我们觉得 环境问题是个技术的问题 但今天我们了解到 环境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 很可惜的是 过去我们台湾 在高速成长底下 我们的教育呢 还是以培育工程师为主 我们没有预誉出 这个柯拉图里强国勉强的 哲学家 那我们的教育 虽然是以工程师为主 但是 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 一个必然阶段 这个并不代表说 我们这样的功能师 文化思维是不好的 反而它的确是我们 这个社会能够快速转型 跟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到 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重新再教育 重新再去思考 我们的教育 可不可以培养出一个世界的功能 可不可以让我们在 面对这些价值选择的问题的时候 教导我们怎样来 跟其他人 跟价值不一样的人来沟通 所以我们的教育里面 很缺乏的一块就是 我们不知道如何讨论 价值的选择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今天非常高兴看到 风景中心 举办这样子的一个论坛 就是 这个 他们的这个目标 其实并不是从技术上面 单纯从技术上面来提问 最重要的还是 从一个比较价值的目标 这个我们怎样来 选择一个好的价值 然后用这个 价值呢 来 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景点 所以 非常的感佩 我们中心的同仁 这个中心是我们院里面 最值得交到的一个中心 那我非常谢谢周主任 在这边带领我们群体的这个同仁 我们的同仁都是 尽心尽力 虽然他们的资源很少 他们的薪水也不高 但是 大家都在从一个非常热情的 人类更远大的 人物标的这个 崇报理想上面 这个 付出他们的心力 那我 预祝今天大会能够成功 大家能够收获满满 至少带着不一样的价值眼光 不开一个地方 那也顺便 跟各位广告一下 这个我们设计院 除了做这些 重要政策讨论之外 我们也有很多的议文活动 今天周五这个会 完了以后 师大音乐系 他们会在我们的 杨博树会议 举办一场 五间的音乐会 由师大音乐系的师生同仁 来这边演出 也欢迎各位 在这个非常 定的这个政策讨论之后 能够来周五来修成一下 艺术班会 那接着将由 台大风险政策中心 研究团队发表报告 主题为许一个 台湾的新发展愿景 现在就请中心代表 张国辉执行长 为我们简报 谢谢 梁执行长 师储长 院长来访谈 吴小长 不好意思 现在非常有兴 可以代表中心来 跟大家谈一点愿景 那这个愿景 我们想要 争取大家的同意 然后帮我们想想 看看这个愿景 有没有机会 然后看看 我们可不可以达成 这个愿景 OK 那 下一张 好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 发展的愿景 那我们要想想 我们现在的发展 是不是许和服务我们的需要 那当然我们现在各位 在座各位都享受到 五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的发展 的这一个过程 那这个发展 我简单来讲 有很多学者在做 包括我们学校里面 的朱老师 曲老师 许和威胁 忍战威胁 还有职业缺乏 的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个情形 我们可能 开始发展 我们自己 一个很 大家觉得 一样的制度 那这个制度 那这个制度是 官僚的自主性 然后特别是强调 有所谓的 乡牵人的自主性 那这个乡牵的自主性 主要是讲 国家跟社会之间 特别是 国家跟精英的 社会团体之间 有联系 有互动 然后紧逼的配合 那当然 真正中间 比较少谈到的是 一个疑似的问题 那这疑似提到的就是 朱老师也提到 这可能是一个 生存 增长的时机 那我们今天认为 在九零年代之后 这一个发展的 这三个 列项来看 这三个脉络来看的话 大家都一直在追求 不管是总统候选人 或者是街头相议 电视新闻 等等 大家都在谈 我们发展的下一步 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想要讲的就是 现在发展的 我觉得 我们中心我们认为 这个气急到了 如果说 对比六七年代的 这个类比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全球的趋势 其实是一致 那这个脉络就是 气候变迁 全球的趟势 OK 那 在制度方面 我们承袭了不少 这个制度 特别是在政府的能力 我们相信 现在政府还是非常有意愿 而且有能力 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 这个乡亲的自主性 开始有点变 这个乡亲的自主性 变得是一个 这个不只是要到 国家跟社会 关键的精英 相互联系 现在的乡亲的社会 是国家跟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连接起来 否则我们的转型 会出现问题 那这个乡亲的起来 主要靠的呢 就是 大家 民主制度 或者是 每一个人的理念 跟政府的理念 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才有机会 我们的发展才能够有 下一步的可能性 那 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意志 在这个时候 对于 我们要走到下一步 非常的坚决 就是 我们要变成气候公民 然后 我们要变成 有一个永续的发展 那 在谈这个之前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一定很多人都会看过 里奥那中 里奥皮歐的纪录片 然后 也有看过很多 政府两路西的纪录片 可能会觉得这个一路 我们还很遥远 气候极端变化 然后旱灾等等这些 但是我要讲的是 其实这个 就在你们 我们的身边 我们都在努力的 下一站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努力 就是 大家对空气污染的 切身的一个感觉 那这空气污染 引起的活动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从2015年来 不管是 社会运动 或者是政府 在各县市政府 在制定相关 空气污染的 仿制的这些规定 都非常积极 那在人间 非常的推动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气候变天 或者是 空气 全球暖化 在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我们自己 现在就在实践 就是我们对空气污染 我们care的 不只是 大家的家里面的 就是说在前一代的发展过程当中 经济的成长 我们care的是 我们如果可以在家里面之外 也享受到一个好的环境 家里面可能我们大家的金钱 可能在前一代发展当中存得不少 然后家里面也美了 没坏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看得到 每个人care的是 如果走到乡间 希望 你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照顾 每个树木 就这样照顾自己家里面 跟家里面 走到城市里面 就已经回到家里面 一样的舒服 那 这个是我们新的愿景 新的想要做的事情 OK 但是 这个愿景 大家很想push 然后很想赶快达到 所以我们迫不及待想要做社会运动 迫不及待想要走商街口 迫不及待希望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是 我们要了解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蛮大爱团物要走 但是我们中心非常想要带上这个任务 看看是不是我们可以走中间这条道路 那中间这条道路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我们在能源发展 能源发电的这一块 我们用的高碳化石燃料 还是非常高 那 下一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这样的 能源 就是能源的一个结构之下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 不只是能源使用 其实也想政治 经济 还有社会 等等的结构 这个是能源 我们为什么要从能源起动 是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中心认为 这个从能源 可以改变我们的政治社会 和经济的结构 如果 各位认为 我们下一代 下一步的经济发展 是要走的是 知识经济 我们开始要想的是 高碳的 现在的发展 是不是符合我们需要 如果不行的话 那创新经济 知识经济 有没有可能 那如果 我们认为 现在台湾的民族 很有进展 当然我想要问各位的是 我们在现在的这个 就是 现在的这个脉络之下 有没有达到能源民族 我要讲的是说 就像前一章 的slide 各位有看到吗 是每一个人 不只是想要做 能源低碳社会 不只是想要从自己的自身 搭大宗教育 动力运输系统 然后又 就是 各种各式各样 就是自己带 就是说餐具啊等等 我们不想 我们不是只是想要做的是 就是 从个人的开始 我们想要做的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都在为每一个人 从空的这件事情 每一个人想要知道的是 我们可以 对这下一代 可以做什么 可以对我们身边 不认识的人 做什么事 所以如果 能源上面可以民主 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生产 然后每个人可以决定 加入这个结构 如果我们改变这个结构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这个东西呢 那我们还要想到的就是说 能源系统为什么会改变 或是说 有机会改变我们社会结构 简单来讲就是 如果我们要一个创新的体制 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那我们开始要思考 这个高碳的化石燃料 的这一个社会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可以一下 OK 那当然我们讲的这些 这些是从 台湾的整个 看起来好像小小的一件事情 可是身边每一个 我相信 在座的可能有不少人 在手机里面的APP里面 就有空气污染监测的APP OK 大家care 会是这个行为 OK 大家care 会是自己呼吸的空气 是怎么样 当然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我们从这边出发 并不是只是从台湾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收集了很多国家 从去年8月7月10日 100多个国家签订的时候 相当多的城市 2000多的城市 都提出了减量计划 然后也有2000多家的企业 开始提出减量 这是一个全球系的趋势 我们要把握这个 现在很好的一个背景 而且是一致性的背景 可能很像是我们60年代 70年代的那一个背景 好好地掌握住 我刚刚讲的就是幻象地探 的科普隆怀 这不是我们的事情 我不是 现在全世界都在怎么做 那我们在今天的报告当中 第一个部分就是要谈到 国际能源转型的趋势 接下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路线 那我们下一步也怎么做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 正负二度期 大家已经都知道 那IEA 国际能源组织 就在提的是 2050年的时候 有可能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改变的话 能到六度期 那这六度期也有很可能 会降到两度期 那当然是搭配了很多 不同的技术的发展 还有往前的推进的次第方向 其中再生能源 跟能源效率 是很重要的 关键两个加强的基层 那我们中心在 守卫了各国的报告之后 还有守卫了国际组织 的报告之后 这个当然很吸引我们 IEA真的很吸引 但是其实更吸引我们的是 还有一个报告 看起初的是 我们不只可以 降低到两度期 我们更可以看中 也就是大家各位看到的是 从六度期变两度期 六DS到二DS 还更可能是降到零 而且更惊人的是 很有可能是 不靠核能的使用 也不靠CCS的技术 这个报告非常利益 及我们的震撼 就是 你的愿景做得更大 但是呢 你还采取了 跟现在公共神度 跟国际潮流趋势 比如说核能和CCS 不一样的这一条道路 那我们就注意看这一段报告 那这一份报告 那这一份报告 就是WPGU 德国全球变迁之举文会的这一份报告 非常惊人的是 它不只是提出一个非常宏大的 日月景 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 它提出了怎么做 然后怎么样的策略 什么样的时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程 我们现在就在 这个曲线的顶段 那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做了这些事情 第一个的步骤就是no-brain 就不要想 这些事情就是我当时的主题 这个不要想的意思就是 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工具 就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懂够制度 对再生能源 然后 对再生能源的补贴 对化成来到的补贴 必须马上讲 当然我们要开始自立碳税 OK 然后成立基金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想的 就是现在要马上做什么 然后接着是一个 全力充实的时间 全力充实的时间 就是直接把碳的定价给定出来 然后让政府还有企业开始遵守 那接下来就是多元的突破 多元的突破很重要一点就是 除了刚刚讲的高碳的 这个很合线的范围之内 我们要发展新的技术 而且是要落实新的技术 譬如说储存技术 能源储存技术 也譬如说交通运输的技术 这时候多元突破 让高碳的碳排放量能大幅降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就是采取修正 然后有一些强化的这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 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公盟鼓励 OK 下一场 不过这个阶段说起来 最困难的还是那个地方 我们有没有机会转折 也就是刚刚上一张组 大家看到在采取no-brainer 跟采取no-brainer之前 这是一个顶端 如何让原地的成长能够下降 甚至把成长的辅助 从正习率变成负学率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我们看到有利的因素跟不利的因素 各位看到这一张组 不利的因素可能就是路径依赖 大家不想看 因为现在过利的人 当然还想继续过利 那还有 不利的因素就是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继续流通的实话 这个快速的多实话很难用继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favor 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能光是非国 也就是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很favor的因素 其中我们favor的因素就是 低碳的技术等等这些 OK 不过我们要讲的就是 这个关键还是在于政治 这个政治 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 加入我们要技术 就是这个加入的因素 并不是我们来讲是个人的措施 而是是机构性的措施 要加入宪法的目标其中之一 然后相关基本法 然后有公开参与 然后让国家的运输政策 然后经济政策等等很多合一 然后加入未来世代代 谢谢 OK 我们主要还是希望说 在座的每一个人 在座每一个人可以影响这个曲线 当这个曲线本来 在于少数的变革行动 各位可能是要加入个人的行动 还有结构的行动 本来是一个少数的一个族群 现在会慢慢变成 可能会变成支配性的 我们希望能够可以看到这一个过程 OK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邀请各位 邀请所有的变革行动的加入 其实是够的 最重要还是要积极国人的加入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 有个灰色的曲线框框 那这灰色的曲线框框 就是最外面是全球合作 中间是积极国家 积极国家 必须要协助各位 有变革行动症 才能够有机会 达到低碳社会 偷遮恶 我们很可能 达到会变成红色或橘色 造成邪恶危机 OK 简单来讲 这一份报告就是 图上又五天的WBG的报告 它的重点核心就在于 它不只是叫低碳或是减碳 而是去碳 那这个去碳有一个共同效应就是 回到前面的阶级上 我们可能有创世 我们可能会有健康的空气 我们可以有健康的生活 那我们可能会有知识的经济 它对于核能是非常的怀疑 在里面他们不赞成继续实断核能 因为核能可能带来的成本会更高 那第四个它最重要的一个 愿景的实践的方向是 激情国家 还有严格性动症 OK 好 那大家一定会很关心 在这样子 整个 这一 如果各位注意到 刚刚那一本书 它的 subtitle 跟词表情 就是一个新的社会系列 它可以注意到 它定的社会系列 大概很紧张 就是 做了这么大的转变 我经济还能够成长吗 OK 那当然它里面是farmist 我们说 经济可能会更成长 那实际上 我们也搜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有关再生能源 譬如说 我们在这方面发展的时候 再生能源及共的工作机会 是以德国为例 从2014年到2013年成长的一倍 就是从 大概三十几万的这一个整个 Oms 我们可以期待 就是说 在这个新的社会 先签递了之后 可以改变的 不只是能源 从能源起动 可以起动到 社会、经济 还有政治 等等 结构性的改变 好 那这个是 这一本很著名的愿景 就是《未来能源》 十几万的愿景 OK 谢谢 好 那我们看着德国 当然看起来还蛮赞的 那我们会看看 台湾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做一些 治理上 政策工具上 和愿景上的比较 然后我们有没有机会达成 下一张片 OK 我们简单的分析来看 就是 德国的WPGU 里面 曲单化的愿景的目标 是205年去的话 以台湾温解法来看的话 是希望2050年 是降到2005年的一半 我们积极度认 可能还有一点勾长 那我们在再生能源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WPGU 2050年的时候 太阳能源跟风力 可以占到70% 那各位一定 在座也相信 很熟悉 在2025年的时候 是50 50 20 20 20就是再生能源 那我还是有机会 虽然我们有的这一个愿景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继续下去 那对于五美时程的话 在2031年的我希望 能够完全倒在 OK 但是我们是 在2025年的时候 还是有30% 是需要靠的 每年 就是25时 25时30 等23时 OK 下一个 好 好 我们的愿景 查了一段 那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中心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可以有没有什么政策工具 可以持续地这么做 那我们也做了简单的分析 一个比较 那我们在这边看到 台湾也不做了一些事情 台湾开始在这几个面向都对应到了 就是这四个可以对应到的 也就是无悔政策型的 这四个面向 其实我们也开始在做 大十来条骨贴 碳定价 勾织度 还有财政工具 但是 我们不希望 唯德无助 我不希望我们 停在这边 我们可以继续走 可以继续地 用这些政策工具 先冲出第一步 也就是让 高碳的边际 能够成长 下降 甚至到 不成长的境界 下降 OK 那我们的自己层面 看到的就是说 这是改变大家的政治 改变大家 在让 刚刚讲的 面积效降低 然后 成长率 才会变得 副成长的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在政治系统的改变 那这个政治系统改变 也就是 在空的时候 大家关心的不是自己呼吸的空气 而是我们下一个时代的空气 还有我们 鄰近 居民的空气 我们住在别的地方的空气 我们要做的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改变 因为 这个 个人 除了个人 可以做改变之外 更重要是结构性的 要入房 然后 扩大民众的参与 这个政治 就可以变成一个所谓 能源民主 然后 让我们更有机会 做更多的改变 谢谢 谢谢您的聆听 那 我们这个报告呢 是希望 在今年年底 可以出一个全面性的报告 那我之所以在最前面邀请大家来参与就是 我们现在在写这一份报告 我们都有这个愿主 每一个人 多多少少在座各位都有参与过可能 各式各样的环境的运动 或者说关心环境 我们希望可以做下一步 那我们要做的动作就是 先厘清分析 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差异 特别是跟愿景的差异 然后 看看我们可以做哪些工作 那我们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就会 在这一份报告 现在目前提出来之后呢 我未来几个月 有可能会邀请 就是在座各位来加入 我们一起共同讨论 写出来是一个完整性的报告 而且我们更期待的是 我们今年写了之后 明年要继续写 明年写的方向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希望我们能源转型 启动了之后 下一次的启动可能是 就是都市化的问题 土地利用的问题 我们可以写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 然后 最主要就是 先签进一个 不一样的社会基点 谢谢大家